恒大新赛季迎来大变动 盖拉特和阿曼奥加多达十一名等土球人离队 而是豪 何超 张歇文 有女人和高准一几名名新国角交囊 除此以外 恒大还完成对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的买战 以效果实现了年轻化 恒大依然把内标定在夺取所有冠军 内冠当然不在下下 跟装超小龙不同的是 卡曼瓦加进行一定文化 余汉超和黄博人两位老将得到机会 布朗尼和朴智中两名内人又迎来首秀 而本场比赛也是塔利斯卡在外挂的首秀 塔利斯卡状态非常出色 开场仅仅三分钟 他就在中场秀花活 仍是两次挑球过人 赢得了天体四万多名熊尼的欢呼 第十八分钟 塔利斯卡迎来了里程度时刻 恒大打出精彩的边力进攻 塔利斯卡接到一号叉的金准船中 门前一位投球破门 这是恒大塔利斯卡个人要贯手球 也是恒大本赛季要贯手球 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法利尼奥随后在夏宜城 恒大25分钟内就二球领先 打花日本金领 恒大在现在期 不仅支付了2500万欧元转货费 买购塔利斯卡 还负罗胜交了调节费 也就是说在他身上花了接近四亿 如今看来塔利斯卡依然是恒大头号消气 想要争备老怪 确实离不开他